张继科事件最新进展 被曝多次赌博还涉及嫖娼 这几天关于张继科赌博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现在 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张继科被曝长期与境外游赌博资金往来 也就是说他这是惯犯了 早在2004年 他就被曝出赌博一事 在2015年 张继科外出比赛时 就偷溜出酒店 前往赌场 更令人意外的是 不仅是赌博 张继科还被曝私生活混乱 多次嫖娼 他不单是找女明星 还去找网红外围 以恋爱为由做淫乱之事 玩得很花 另外 又一张张继科的借条在网上曝光 里面清清楚楚写着500万元赌债 赌博一事真是实锤了 其实在此之前 就有一张借款合同 上面说的比较含蓄 两张借条放一起 坐实了张继科的瓜 现在在看他工作室发的声明 如今看来真是太讽刺了 明星声明有些时候真是信不得